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Edison的收入入账证明 我是昨天6点24分收到 关道银行的通知 说我这个月要提供 关会管理主要提供这个收入证明 然后需要提供哪些东西 我当时也是还是浪漫 然后在Edison群里面问了一下大家 然后我发现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 然后我就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 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然后我今天就整理了 昨天晚上整理了一份材料 今天10点多送到关道银行 然后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今天就给小伙伴分享一下具体要提供哪些内容 首先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本来是做IT相关和运营相关的一些东西 在摩都北商管待过几年 在500人的公司里面负责任一个 就是运营总监的职位 然后回到现在回到武汉吧 做一些IT相关 外贸服务相关的一些事情 好 今天就开始进入正题了 具体要提供哪些内容呢 目前来说主要是提供五大块 以谷歌官方官入收入证明的说明 这个措辞大家可能看得有点迟离 等会儿继续讲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提供这个东西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个就是谷歌在线合同 就是每个人在注册谷歌账号的时候 都有一份电子盘的合同 这个合同就是大家都一样的 也有纸质的合同 纸质的合同要从新加坡 或者是上海邮寄过来的话 这个时间就相当慢 因为我昨天也提交了申请叫纸质合同 如果是说等这个合同报到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款早就退回去了 那我们做Elecine来说 就是它这个吃饭的 那没有这笔款 那没办法继续开销 第三个就是Elecine谷歌的付款明信 就是Elecine的付款明信 就是每个月有一个付款码 付到银行为收取多少多少的东西 就每个月都有一个 然后收款资料 收款资料就是说你绑定的银行卡 开户卡卡号是后台里面有 然后第五个收入来的 就是说你这个收入主要是来自哪个网站 或者是哪几个网站 或者是油管的信广告收入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内容文件来自哪里 就是说你提供这些证明的东西都是来自哪里 不要说要重复去证明你提供证明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 那我就需要官方来给你背书 那么就是说你上面五条的资料都要来自谷歌官方的 也就是说要必须匹配上带上谷歌官方的哪一个地址 哪一个地址 好 下面这里来讲第一个问题 谷歌官方官方收入证明的说明 这个页面在哪里能找到呢 就是你在谷歌搜索的时候 你输入谷歌收入证明 这几个关键字的时候 前面会出现谷歌搜索会出现相应的谷歌帮助里面的文档 然后后来你往下拿 往下拿会出现一个谷歌edicent是否提供正式的付款评证 然后拿到这里的时候把那个箭头点开 箭头点开就会出现下面的内容 是的 对于你的每一笔付款我们都会提供收入 你可以向银行或税务机构出示付款收入 做edicent的付款证明 要查看付款收入 请点击付款 查看交易 然后点击交易上去收到付款 这就是谷歌官方的字 对吧 那下面就是重点了 重点就是下面了 如果你需要出去edicent签订的合同 可以打印edicent条款几条件 那么你点开这个小箭头 就是edicent的合同了 把这个点开 就是edicent的战线的合同 这个合同总共好像16项吧 都是英文的 点开这个合同的时候 你要选择地区 选择中国 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合同条款稍微有点不同 这是合同怎么找 这里已经讲述了啊 然后最后一注大家注意点 请注意我们无法提供任何包含签名或盖章的打印文件 那为什么谷歌又加了这么一注呢 因为谷歌之前在别的国家都是这样的 没有发纸质的 或者说盖他们红张的那个纸质的活动 那我们银行要我们提供纸质的合同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过 没办法提供这个东西 因为谷歌官方 他已经给我说明了 这一注很重很重点 就是说你要给银行的客户进行 说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纸质的 谷歌的盖上的合同 因为谷歌官方就是这么说的 然后这片图 这个图片的来源 你就把这个地址 你就把这个地址附上去 他如果愿意 他如果看你电子版的话 或者是说用手动 他会敲上去的话 确实在这个链接下面 能找到谷歌官方的这个说明 这个也不是任何人能够灿感 或者是怎样 这个就是我没办法在 反世界内提供那个 指质合同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就是谷歌官方 官方收入证明的说明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说明文了 就是我们刚才 就是讲的这个图 讲了这么一大 但就是主要是 这个意思 刚才也讲了 然后我用文字的形式 也打印出来 然后红颜色 我重点标注了 请注意我无法提供 任何包含签名 或盖端的打印文件 这是谷歌官方说的 这个也可以给 你比如说你是中国银行 就是中国银行的客户经理 光大银行 就可以光大银行的客户经理 给他提供这个有力的证明 你没办法提供指质的文件 只有电子网 所有人都是这个 然后为什么 这个东西你就告诉他为什么 然后这个活动 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就是我点那个 箱双的那个箭头 然后点打印 然后他就这个活动就出来 然后今天我就把那个活动就筑体 载抄了一下 就是首先他这个第一个条款 就是 Welcome to everything 这个总共呢 总共有多少 16条款 我一个都没有改 就是反动不动的 就是你以后就是说 要提供活动的话 这个活动必须要的 大家都一样的 这是第二条 或者是你账户 或者是你服务 用户名和服务 改变服务什么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 就是说去国家翻译的中文 他英文就英文 我今天的光大银行那里 他们那个人 我也不知道 他们看不看这种这些英文 反正他们把这些条件方法 我做到那里的时候 他都看了一遍 然后我在看他读 我这些活动条款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着他 因为心里还是很坦克 怕他被拒了 然后他看到我一直看着他 然后他让我看旁边 他们那个理查产品 他让我看他们理查产品 他看我的活动 可能是转移注意力 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这些活动 我后面给他说 后面要不要这些活动 以后要再次提供证明的时候 要不要这 他明确告诉我 我这些活动还是要的 也就是说这个英文活动 你直接去那个链接那里 复制 copy过来就行了 然后总共16款吧 这就是转移不动的 因为这个幻灯片的篇幅有限 这个有些大小 有些小的东西 没怎么去改它 然后这个合同 你看到没有 我相信一定注明了 合同来源 就是说这个合同 在哪里能找得到 因为大家以后 我会在那个油管的下方 就是那个说明里 把这个机子给大家撬出来 因为这个合同 大家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然后我打印出来 然后这就是电子版的合同 关于合同就是这么解决的 关于合同的指质证明文件 为什么没有 第一个第一条已经说明了 然后第二条就是接了这个合同 就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层层递进的这么个关系 然后第三点就是谷歌付款名系 谷歌付款名系主要是对三个要素 我觉得是那个考号 就是考号一般是世卫数 下面有几个 就是你房间的那个银行卡的考号 然后货管单号 因为货管单号在银行那边 它有一个单号 它要对这个单号是不是对的 还有是说你这个账户收多少钱 我这个为什么就是说第一笔收款 第二笔收款我都决图出来了 因为它要 我之前没有被外管局说要合同名系 那么就是银行说要合同名系 那我就说我收了几笔外汇 我就全部就是说把名系给他们 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在 我都是在一个银行卡 然后就是说每个月几号几号收的 然后负款的那个单号 负款单号 那个银行卡多少钱 然后大概它这个时间节点 给银行都对得上 这是第一笔收款 第一笔收款这个无效流量 是5.78美金 这个马马虹就是无效点击课的 我的第二笔收款 第二笔收款 应该是给大家 给大家一样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点 然后那个收入 然后那个这个无效流量 是3.39美金 这个这个也马马虎 我基本上是都是个位数吧 然后然后就是第三笔收款 第三笔收款 我这个无效流量就扣的相当有点多 365.19美金 换成人民币的话就接近2500了 这个就是扣的这个无效流量 就是太多了 超出以前任何支付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接着下面一个月 第四笔收款 第四笔收款就是降了 就是降了50.91美金 就是扣了三个多块钱 扣了三个多块钱 这个也有点多 这个无效流量后来我慢慢就把它降下来 所以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是第四笔 银行在我观察到 他在看我这个复刊名气的时候 都合得很仔细的 就是复刊编号也好 复刊的仰卡也好 还有我的那个那个那个什么账号也好 都看得很仔细 这是第四笔 这是第五笔 第五笔就是今天的 就是8月21号的22号 昨天我没有收到款 然后今天去了银行 这个是第五笔收款 也就是今天 就是重点再去讲一下 以后大家再次要去银行 提供日账汇款证明的时候 这个汇款名气 你如果第一次去了 那你就从头提到尾 就是说你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就一次提多少次 你都外来解脱 然后谷歌后来都有了 然后你如果是说第二次的话 去银行的话 那只需要提供当月就行了 因为我今天重点问了一下 那个广告银行的客户 其他银行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今天广告银行就说 他说以后就是说 如果外汇管理局就是说 下次叫我再去的话 我就提供当月的 就是这样 其他的就是 其他的几个几个月的 其他几个月就没必要再提供 因为他们已经核对过了 其实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吧 嗯 然后呢 这个图 就是我刚才截的这几张图 就是几个付款的那个来源 就是说这个图是从哪里截下来的 然后就是大家一看都明白了 做一件事情都知道 就是这个payments 就是就是点付款啊 里面然后他就有一个 显示几个月几个月 他就会出现这个账单 然后这个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带上去 就证明你是官方的那个图 然后收款资料 收款资料就当然很清楚的 就是绑定啊 就是你的哪一个银行的银行考 然后这里电汇叫考号 这个考号就是你的银行考的后市位 然后下面电汇银行下面这个名字 就是你的汉人品的名字 这个东西就是名字 尾后 然后你下面还写一个 你个人的说明吧 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 一直绑定的维数什么什么 房间维数什么什么的卡 都光大银行的什么什么的 质量的卡 然后这就是收款资料 就是你当年大集区的那个银行卡 然后这个也要提供 也要提供图片来源 把上面那个 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个 把上面的名字改成你自己的名字 什么卡号就是你的卡的尾号 什么质量什么卡银行 把那个 PUB 改成你的PUB码 就是那 就这些吧 就是 那图片来源 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 这里总别讲的 就是说你这个钱是怎么得来的 然后呢 一般的话 就是说 我看大家都是站长吧 站长就是说 你这个网站 你这个网站会有网址呀 你打开手艺的时候 会有网址收入的那个网址 网址的网址 证明这个网站 然后你要简单的简 介绍一下 这个网站 是干什么的 然后 比如说我大概这个网站 我街头是这个网址 上面支援我的网址 网址 然后我在下面写 收入主要来源 什么什么网站 上投放了谷歌 Async广告 网站主要是围绕什么 什么内容的 然后这里呢 也要提供图片来源 这个头是从哪里结架来的 然后你就是 谷歌的官方的什么什么 这个链接你也要带上 这个他们 他们搞得多了都懂呗 这个东西你提供的是不是真的 他一看就明白了 知道了 然后我今天是一共打印出来是八一 然后我都已经前面给他了 然后办完了的话 他们最后先是客户办嘛 然后是那个他们经理 他们经理要审核 他们经理审核 他们经理还给我说 这就是后面的后面有几个 我总结了几个问题 我的后面简单描述一下 就是以上提供收入证明的主要材 就是那五点 如果你去银行办理这个收入证明 还是要提供什么呢 银行卡肯定要带的 就是你绑定你收款的 收款的卡 身份证 然后交换还在 我在这里 重点要讲述一下 就是说很多人以为外汇管理局 或者银行呀 想卡你们的脖子什么的 没做回事 我总感觉他们还是比较友好 他无非让你提供一个证明 就是说你这个收入是不是合法的来源 我觉得吧 然后我去银行的话 他们的大方经理还是很科技的 然后办事效率也还是很高的 说实话 这也不是拍马屁什么的 大家之前我同行们都纠结 是用美号还是用国号 我觉得差不多吧 看个人习惯了 因为美号的话 涉及到在那边 那个叫什么 固聘 有点麻烦 还是还有那个叫什么 要通过PointPoint 配配了 转一下 好像是这个吧 我一直都是用的是国号 所以他们就是说 外汇管理局要怎么怎么的 不好弄 其实我今天去了一趟 其实也没什么 然后那个大方经理跟我说 以后只要是外汇管理局打电话来 就每次都要去的 在这里有一点小插取 我又问他说 我说 我这次来银行提供证明以后 是否每月还是要来一次证明的 广州银行客户经理说 需要 什么时候需要 只要外汇管理局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我 然后必须去当本人去网点 提供指质证明文件 他们的客户经理是这么说的 然后他们的那个客户经理还问我说 你是不是社会很频繁呢 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月一次 我也很明确地告诉他 我基本上一个月一次也不算频繁 我说就算你们领公司 一样的一个月一次也不会很多次 然后他们经理走了以后 我就给他们那个客户 方向银行的那个柜台那个客户 我说 如果这样每次我都要亲自来一趟的话 会很麻烦 然后我也给他说 我一个朋友在中国工商银行开了 他就是外汇管理局 也给他打了一次电话 他的金额比我的大很多很多 我那个朋友他也是提供了一次收入证明 然后给工商银行 然后那个而且是发电子邮件过去的 那个然后工商银行就就是外汇管理局 就再也没打个电话 他一直从16年吧 16年收费到现在就提供一次证明 而且还是发电子版给银行的 然后这个 然后我就意思就是说 我光到银行不好用的话 我就换一个银行版 但是但是这个客户就 后来就就下载给我说 那这样吧 那我给你一个我们银行的那个电子邮件 你以后如果是说 外汇管理局 再要提供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 像今天一样的这个纸质的东西的电子版 你发给我就行了 然后就不用每次往这里跑了 然后 然后他就给了我 他就用纸吧 写了一个email 然后就给我了 其实呢 他给我这个东西 给我一个email地址 我就几分钟吧 就是说那半个小时吧 不是几分钟 半个小时 我就能把那个电子 电子的那个证明文件 就可以发给他们 那不用我今天坐地铁啊 然后打印啊 就跑啊 就要花半天的时间 然后然后他树白了 他也是怕我去别的银行开户 他就他们他们通行 他们光大收费换费 都是有有有赚的嘛 因为美金换的人民币 他都有他都有所欲费的嘛 对吧 所以他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一点 今天这个一节的 这一节的就主要就讲完了 就是 就是注意一点 就是说以后就是 第二次提供证明的时候 就是第三条复刊明信 只需要提供当月的就行了 其他的东西不变 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下 那个无效啊 就是我第三笔手管扣掉了三百五十六点 三百五十六点一九美金 也换了人民币的话 等了两千五百多啊 无效 是什么原因呢 我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节课吧 下一节课我抽点时间 重点讲述一下 怎么避免 无效点击这个话题 谢谢大家 这次就讲到这里了